Facebook前面是跌的比较惨的 从2021年的8月份 一直跌到了2022年的10月份 跌了一年多 然后最近你发现它就是连续涨到了 目前是第五个月 那这种它算是反转吗 其实可以算是反转了 对吧 好 我们在月线上看 其实它没有什么规则是吧 我们只能说每个月在刷新高 最高价创新高 刷半价也创了新高了 所以说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 本月锁完了之后 是否继续刷新高 如果继续刷新高的 上涨得以持续 如果没有办法创新高 就要小心了 当然我们也是可以利用 布林线来看一看 离这上轨有一定的距离是吧 上轨的距离是203 所以这个位置如果没有办法 过到的话就要小心 从IVC指标来看呢 就这个红线开始走平往上 马上要进差 如果继续涨的话 很容易进差了对吧 好 从周线角度来看 它也是你看 恰巧是跌了三周之后 出现了上涨 而这一周的上涨呢 基本上快要cover掉 这三周的跌幅 对吧 在回撤的过程当中 它三周的下跌都没有跌破 最后一个大阳柱一半 167美元这个位置 所以说回调是相对比较弱势的 如果说你稍微懂一点浪行 或者趋势的话 目前属于第五浪 所以接下来 如果说股价没有办法重新高 就要小心了 或者说我们要看这个上轨 如果没有办法突破上轨呢 就应该小心了 毕竟它涨了是蛮久了 而且已经是第五浪了 对吧 从下面MAC指标来看 红线已经上上零周了 最终我们还是要看 黄线是否也上零周 然后我们再来看日线图 日线图这一面呢 我们需要看前期高点 是否能够突破 突破的时候 我们看最高价啊 最高价是在197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当的是非常棒的 是有缺口啊 跳上 跳空缺口往上 下面的MAC指标呢 是没有跌破零周 再次金叉 这是比较好的一种征兆 然后布林线这边呢 你看到 它突破了上轨 比如说突破上轨 是个什么概念呢 一般情况下 在下跌结束之后 很快突破上轨的话 它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加速的一种征兆 好 这个位置呢 如果它一直在上轨线以上 收盘价一直是在上轨线以上 就是好事 如果收盘价 那一旦回到上轨以内 就应该要注意它 是不是要结束了 从MAC指标来看也是好的 当然 它这个跳空往上的话 是非常强势的 两天之内不要回覆缺口 回覆缺口之后呢 容易转弱 从苹果的走势来看 它其实在2月份呢 是强于大势的 你看它2月份也收了阳线 对吧 所以按照刚才指数的走势来讲 指数实际上是收了阴线的 对吧 但是苹果却收了阳线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画这个图呢 你发现它本月有突破的这种迹象 对吗 如果本月走完之后 能够突破这个线 就非常棒了 前面在这个下载过程当中 它都是单一的形式反弹的 也就是反弹就是一个月 但是近期的反弹 你发现到本月已经是第三个月了 所以说代表它非常的强势 从布林线角度来看呢 也是突破到了中轨 其实前边这边有突破的一次 但是第二个月就回来了 这个呢是在2月份突破了 3月份目前是在线上 如果说双盘之后 本月走完了之后 还在中轨线以上 那就是反转的一种征兆 从周线角度来看 也是调整了三周 虽然第二周中间是上涨 但整体上还是三周的调整 按照刚才我们的画线呢 我们可以在周线上画一画也可以 然后连接这个点到这个点 然后目前呢是面临到阻力 所以说接下来的阻力位 是在155.71这个位置 一旦突破的话 才可能会真正的反转 然后我们看一看 它本周走完之后 出了一个不错的阳线 然后在下跌之前这一段呢 你看它确实也是 股价触及到了上轨 对吧 开始下跌 目前就周线里边的规则来讲呢 是阴阳阴阳 是吧 又是这么一种规则 按照这种规则的话呢 下周应该收阴阳了咯 是这样吗 如果下周收阴线 那就是正常的 下周收阳线呢 代表强势要往上 对吧 然后在本周回车的过程当中 也接近到中轨的位置 前边你看一下 它也是没有能够站稳这个中轨的 上去又下来 对吧 所以这次如果能站稳的话 就是很好的 从下面呢 MCD来看 也是要接近到上穿零轴的样子 下周只要再上 就上穿零轴了 对吧 就是很好了 然后从日线来看 基本也是非常强势的 对吧 然后尤其是昨天晚上 大幅高开高走 然后这边 MCD指标呢 也接近到金叉的位置 在零轴附近金叉更好的 那么金叉轴很快上零轴 对吧 这种就是非常强势的一种表现 当然一般情况下 我们要去关注一些基本面啊 比如说像下周 就会有美联储鲍威尔的一种讲话 讲话之前呢 相信呢 还会有一些反复 对吧 按照前期高点的位置 以及这个位置的高点 就是155块附近 下周就会面临着 是否突破的问题 如果到达155这个位置 没有突破 就继续往下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 当它创新低以后呢 就是往上的 就不容易突破 除非是不创新低 往上就容易突破 所以这次突破的概率就减少了很多 从布林线的角度来看 它也就是马上要处击到上轨 是吧 所以说下周也是要注意上轨 下周礼拜一回调很正常 礼拜二再回调就不正常了 尤其是回调的时候把这个缺口补了 那就会继续往下的概率就比较高 这个股票月线图这边已经到了一个关键位 从很早之前2001年一直到2008年 就是这两次股灾的地点连起来 是不是就是这次股灾的终点呢 这个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你看它处于到这个线的时候就基本上结束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看成是一个起点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对吧 然后从月线的角度来看 它也是运行了一个下跌的小五浪 然后之后ABC 如果这个B回车也是没有过这个线 这个线的价格呢 是在88.7美元的费近 在这个位置没有破料的话 就是非常有希望演化成 刚才讲的这个牛式对吗 所以你看图形分析它就是精准 而且很早之前你画这条线 就知道跌到什么地方咯 如果说你非常想学股票技术分析的一些好料 那一定要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股灵线情况呢 目前你看它就是在中轨线与下轨线之间进行震荡 下轨然后中轨是吧 然后到中轨没有破就容易往下走 往下走的过程当中 处于到下轨那就容易起来 目前来看轨道线已经走下了 对吧 MSE指标也是下灵轴了 周线呢它的规则性就会比较差一点 当然也会有一些规则 就是在这一段的时候呢 是两个阳线是吧 一个阴线 然后到这儿是三个阴线 一个阳线 也是在遵循大的规则的 但是在本周的阳线收的就是非常小 对吧 它的有效性就比较差 然后另外如果说是没创新低的话是最好的 前边你看它基本上一直是在创着新低的 所以说如果接下来不创新低往上的话就容易反转了 对吗 当然反转的验证的就是下面的MSE指标 金叉 然后上传零轴 对吗 然后通过周线的布林线来看 它也是触及到上轨附近的就开始下了 对吗 目前呢 经过三周的下跌之后 跌破了中轨 本周双盘之后还是在中轨线以下 所以下周最好要回到中轨以上 95块5毛4以上就安全了 对吗 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再往下走是吧 甚至创出新低 日线图里边有一点要起的意思 然后我们看 这样画一个图是吧 发现下个里边依旧面临这个线是否被突破的情况 94块9毛钱 下周要挑战的 下周一周二 然后从MAC指标来看呢 有一点要金叉的迹象 是吧 布林线这边你看 恰巧出一套下轨 是吧 然后突破中轨 这边是没有突破中轨的 但是突破一天算突破吗 不算有效 而且突破的也比较小 所以下个礼拜一 如果还在中轨线以上 它可以调整 但是不要跌破中轨 如果是下礼拜一 能够继续收个阳线就更好了 但是要注意 三阳之后通常容易调整 比如礼拜二 容易调整 包括这边 你看三阳之后容易调整 三阳之后容易调整 对吧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规则 所以做短线投资者呢 一定要注意三的这个标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内飞 我们也是先看它的月线 月线图这边有一点 不太好的地方 本月将会结束它的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上涨过程当中 它就出现一个阴线 之后就创新高了 然后上个月已经收了阴线 本月如果再收阴线 基本就结束了 如果本月收了阳线 并且还创新高是好事 本月收阳线不创新高 也是要进入一个震荡的格局 从下边的MCE指标来看 有一点金叉的意思 但是也很容易死叉 是吧 只要本月不起的话 从布林线角度来看 其实上上一个月 已经触及到上轨了 触及到上轨之后 如果说接下来回撤中轨 是吧 反而是我们上车的机会 比如说不要跌破中轨还行 周线这一面呢 它也有规则在里边 规则也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个图 对吧 目前也刚好到了这个趋势线上面 对吧 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个通道线 然后接下来 你可以按照通道线的规则 是吧 低点买入 高点卖出 可以提早知道 所以说技术分析 你一旦把轮廓画好了 它的轮廓画好之后 高点点你会很清楚 是吧 到什么位置 你要买入 到什么位置 你要卖出 很清楚 那你说它不会突破吗 我们先不要想它会突破 对吧 到那个点 你先卖出来 突破了之后再说 这要有大机会的话 它会给你机会买入 是不是 然后从周线的MCE指标来看 零周以上 但是目前有一点要死差的感觉 从整个商量趋势当中来看 它的规则是 2 也就是最多调两个阴线 是吧 两周 但是目前为止呢 已经调了四周都没有起 说明已经不正常了 对吧 那接下来下周 如果说一旦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位置给跌破了 是吧 其实有一点小的破位 是吧 下周上不来 下周继续收音线 那基本上这个商量趋势就算结束了 因为当我们再看最后一次上仗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变弱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看 最后一次它就是没有处于到这个上轨就下来了 代表它多方已经减弱了 对吧 然后从中轨的角度来看 从这个布林线角度来看 它可以破中轨是吧 破中轨之后 第二个蜡烛的时候要上来 但是从目前来看 本周锁完了还没有上来 说明已经转弱了 对吧 如果下周还上不来的话 就是下去了 会到这个下轨附近 289的位置 一旦这死差 并且跌破零轴的话 就开始 结束它的商量趋势了 日线也非常弱是吧 基于整个科技板块 或者基于整个其他的科技股来讲 都是有反弹两到三天 它也就是反弹了一天 而且昨天呢 也是就开盘等于也收盘 是吧 或者说 甚至开开高收低的这种情况 对不对 就显得比较弱 MAC指标来看 也是没有近差 从布林线角度来看 它呢 也是比较弱的 还是在雄道里边 是吧 所以说 下一周的时候 必然需要注意这个中轨 中轨线的325美元附近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谷歌 月线这边 其实它的规则也很简单 是吧 从去年的10月到现在为止 一直保持着阳阴阳阴阳 也就是本月它容易受阳线 对吧 然后我们看到 它这个下降的规则 也是单阳的模式 这个单阳的模式 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就还是反弹 但是说 如果说单阳的模式 阳线与阳线之间的关系 是不创新低的情况 这边你发现它阳线 其实已经没有创新低了 如果本月阳线没有创新低 然后就是很好的事情 就要横摆了 是吧 从下跌到横摆 再到上涨 什么时候出现上涨呢 什么时候出现连续两个阳线 也就是连续站两个月 就要走大行情了 对吗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布林通道 布林通道显示呢 还是在中轨以下 所以暂时还是属于震荡盘整 弱势的情况 没有在中轨线以上 周线规则这边 基本是类似的 也就是在周线里边 它经常会触及布林线的上轨 这个位置你发现它触及上轨了 2月3号那一周 现在经过三周的桥涨之后 本周也出现了不错的上涨 但是还是在中轨线以下的 下一周要注意94块 两毛五以上就是安全的 就回到中轨线以上 才有可能反转 然后毕竟这个位置你看 它就是没有重新低是吧 然后未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画这么一个图 画这么一个图 它的未来目标位呢 就是在107附近 如果说真的有出现一波上涨 这边没有跌到前期低点 就起代表强势了对吧 但是它的强势要确认 必须要回到中轨线以上 才能够继续涨 而且回到刚才我们讲的107 107没有突破再往下是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轮廓画上 然后本周收了阳线还不错 是一个叙述东升的阳线 然后下周再收阳线就要起了 如果下周不收阳线 又转为横摆的走势了 然后我们看一看日线图 日线图这边恰巧是在 跌到前一地点附近 比如说我们这样画一个图 你发现它刚好是跌到这个位置附近 起来了对吧 所以这个是有效的 从时间上来看呢 前面是三天 这个影是第四天了是吧 或者第五天了 代表已经走强了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看布林通道 布林通道的已经是突破的第二天 按照刚才整个纳斯达克指数来看 就是刚涨两天 它其实已经涨了五天了 所以说是强于整个指数的 从下面的MCE指标来看 已经近差两三天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轨道走平 还是向上 对吧 上轨的话依然是我们刚才讲那个阻力 下列为一就要挑战上轨的位置 如果一旦突破上轨 就是很好的事情是吧 就容易起了 如果不突破上轨的话 就容易震到往下 当然最好不要跌破中轨 跌破中轨的话 容易又回到弱势当中 是不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 关于特斯拉我们讲的比较多了 哎 目前你看它走势当中的就是 这一波下跌是吧 其实它是有规则的 阴就是阴 阳就是阳 对吧 阳线结束之后阴线 然后阴线结束之后阳线 阳线呢 之前是单一的模式 最近是变成两根 当然本月的话 如果它能收一个阳线最好 如果收了阴线 代表这个反弹结束了 对吧 接下来往下回撤的时候 不要创新低更好 然后未来你可以把这轮廓画上 是吧 空间在什么地方 接下来主力位置在233 然后我们看一看 不灵线 不灵线反应它还是没有过中轨的 对吧 前面一次也是没有过中轨下来的 这个位置 然后这一次呢 也是要看它过不过中轨 中轨的位置呢 是在218 跟前面这个地点是重合的 看到吗 这个位置 从MCT指标来看呢 还是在零周以上 但是下周再跌的话 就容易破零周了 好 我们看周线 周线里边 它有触及到上轨 是吧 你看就是连续三周 没有再创新高了 从下面MCT指标来看 是有金差 但是没有过零周 是吧 所以暂时只是反弹 然后前边你看到它每次到上轨不过 或者过掉又回来 是吧 就是它的高点 对不对 然后前边几次的话 都是没有办法站稳这个中轨的 对吧 你看上去又下来 上去又下来 上去 比如说这个站稳了 是吧 但是没有创新高 站稳了要创新高才对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站稳了之后 然后后边要创新高 才能够演化成上去市 所以接下来 它再回撤呢 就要看这个中轨是吧 中轨跟上轨已经转上了 这是好事 中轨的位置没有破掉 就有希望演化成一种反转的走势 然后我们来看日线图 日线这一面呢 就会倾向于震荡 然后我们看 它整个是在一个区间里边进行震荡的 前一天出现大跌 那昨天晚上又出现上涨 那么空间呢 是这个位置 所以向上的阻力位呢 是在213附近 向下的支撑位呢 是在186附近 目前刚好是处在中间的位置 然后从整个平台运行的规则 也就是之前就是单一的一天的下跌 对吧 所以说这天下跌已经不正常了 这边其实是三根阴线 对吧 三根阴线之后 你发现它昨天就该起了 对不对 从MAC的指标来看 其实早就死差了 然后下边 目前来看就是还在零周以上 所以暂时还是处于安全的 一旦跌破零周呢 就容易演化成下跌趋势 当然这次反弹 如果还是没有办法突破214 那就会倾向于震荡往下 而且是开始进入一个中期下跌的走势 好 这些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周浮盘的内容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点赞留言和分享 因为大多数主播呢 都是讲财经的一些 比如说基本面啊 新闻啊 消息啊 以及一些大的基金投行的一些看法啊 报告啊 对吧 我们的角度的话是从技术分析图形的角度 从市场的角度去入手的 更加容易能够得出准确及时客观的结论 能够提早的让你知道该跌该涨了 在美股市场里边往往你发现 当新闻出来之后你再去买 它就结果就反手往下 对吧 然后利好消息出来之后 你买了它结果翻手做空 所以这些大机构的话 它会对这些非常敏感 如果美股对于这些消息非常敏感 但是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讲 确实跟不上 所以说通过技术分析来讲 这可以让我们提早的知道 阻力位支撑位 根据技术分析做交易的话 你往往可以做到先知先觉 如果说你也非常认同我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然后身边有做美股的朋友呢 也可以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